另外花联反再来试试会 1号则是前往了秀林乡的家湾文件站 光复文件站和马远文件站 进行了社区服务的工作 1号上午时时来到了家湾文件站 自证长者们爱心闪 以及60公斤的白米和口罩套 随身额温检测卡等等 来关心长者们的健康 希望能够把爱传送到部落内 花联反再来试试会 延续云住民地区社区服务的工作 1号则是前往秀林乡家湾文件站 光复乡光复文件站和万龙乡马远文件站 来自证长者们爱心闪 60公斤的白米口罩套 以及随身型的额温检测卡 我们这个305P给我们所有的试试会 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的五大事业 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就是要落实设计的服务 就是非常开心的我们 他们的设计是唯一名顾计的设计 所以我们就是跟一群的师兄 来到做认识做一个交往部落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交往部落 来到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设计服务 我们今天呢建政了一些台里 还有这个多工人的雨响 还有我们的防疫商宝 口罩 酒精 还有我们的红衣贴 这样送给我们这个所有的交往支配管 我们的文件上的好朋友们 希望说你们的新落实 我们参与这个区区 还有我们放下来师姐会师兄 师姐的一些共同的一些爱心理念 来落实到这个部落 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行程之一 今天就是要等一下我们还要到官户 还要到麻园 把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好三个文件上 学校里长参与一下 则是感谢帆带来师姐会 关怀长者们的健康 也是振60公斤的百米提供给大家使用 让部落长者们是相当的开心 同时大家也用太多个族语的热情 欢呼来感谢师姐会的爱心 记得喜欢小小老